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人类目前所探索到的世界 宛若沙漠中的一粒沙子 因此许多人依旧相信 在宇宙中的某个地方 一定存在着外星生命 只是探索外星人的道路 已经走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人类还是 找不到外星人的踪迹呢? 难不成外星人 也要和地球人保持社交距离吗? 你好,我叫Iy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人类为何还没找到外星人? 你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这一切都是从1961年 一位名叫法兰克·德雷克的 美国天文学家开始的 当时他组织了一场会议 来讨论外星智慧 邀请了所有他认识 并且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 一共是二位 尽管会议的规模不大 但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重要人物 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梅尔文、卡尔文 和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法兰克·德雷克在那会议中 草草写出了一个可以用来估算在银河系中 可以和我们接触的外星智慧文明数量的方程式 也就是著名的德雷克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很简单 只要将银河内恒星形成的数量 乘以恒星有行星的可能性 乘以可能发展出生命的行星的平均数 乘以以上行星发展出生命的可能性 乘以演化出高置生物的可能性 乘以该高置生命能够进行通讯的可能性 最后再乘以该高置文明的预期寿命 就能得出银河系内可能与我们通讯的文明数量 但问题是 我们的银河系是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星系 最近一项开普勒太空任务得出结论是 仅在银河系中 可能就有多达400亿颗与地球大小差不多的行星 围绕着泪太阳这颗恒星运行 光是银河系就有这么多的行星 那整个宇宙会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呢? 我们的宇宙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也有人说外星生命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即使生命诞生的几率很小 有些天文学家依旧相信着外星文明是存在的 只是还没有被发现 一个专为搜寻外星文明而成立的SETI研究所 在这一方面已经花了几十年做研究 仍旧一无所获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有概率表明外星文明是存在的 那么他们到底在哪里? 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是美籍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 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恩利克·费米 在德雷克记下他现在著名的方程的十年前 费米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因为他就是那个带领人类迈入原子能时代 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对的创造者 早在1950年 费米和他的几个物理学家好友一起吃午饭时 他们正在讨论比光速更快的旅行的可行性 而后费米突然脱口而出 可是大家都在哪里呢? 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很随意 但与费米共进午餐的伙伴们却知道他在说什么 也就是外星人 费米意识到只要宇宙中的这些恒星中的一小部分 发展出智慧生命 那么宇宙中的文明也应该不计其数 他在那之后不久也进行了自己的一系列计算 有点类似于德雷克方程式 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外星人应该无处不在 如果星际旅行是可行的话 即使是用人类造的飞船这样缓慢的旅行 费米推算整个征服星系的过程 也只需要五百万到五千万年 对于在地球上只生活了二十多万年的人类来说 这时间听起来很长 但请记住就在地球上 有些物种的寿命比这长得多 现代鳄鱼已经存在了大约八千五百万年 而某些种类的鲨鱼被认为已经存在了一亿七千五百万年 甚至更久 因此他提出了不朽化 而当初他脱口而出的 大家都在哪里 这问题构成了如今著名的费米悖论基础 但在七十年后的今天 费米的著名问题有答案了吗? 简短的答案是没有 至于详细的答案 那就很有意思了 让阿佑慢慢说给你们听 对于费米悖论有许多可能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无法看见外星文明 是因为根本就没有 亦或者说那里有很多我们认为应该有的智慧物种 但是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 我们无法探测到它们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种解释 我们还没有碰到外星人 甚至是外星文明 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说 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我们是孤独的 这个想法可能令一些人非常安心 也可能令一些人非常沮丧 这取决于你相不相信它们的存在 有人认为其他智慧文明不存在 是因为生命演化过程中会遇到一个极端困难 甚至不可能跨过的阶段 这个阶段被称为大过滤器 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人类的历史 你会发现有一个话题不停地出现 那就是战争 是的 自古以来 我们人类就一直在极力地互相残杀 我们使用各式各样武器的能力 让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或许我们人类天生就具有自我毁灭的本性 因此比起探索其他星球 我们更有可能把自己撕成碎片 毕竟科技的进步和自我毁灭能力的提高之间 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矛盾 举例来说当初美军在广岛头下的原子弹 就造成了大约13万5000人的死亡 那颗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威力达到了15000吨 仅仅16年后 俄罗斯人在巴伦之海和卡拉海之间的一个偏远地区 引爆了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原子弹 沙皇炸弹 该原子弹产生了5000万吨的爆炸 威力是广岛的3800倍 简单地说 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 我们消灭自己的能力比消灭整个银河系的能力要强得多 如果外星人也和人类一样好战 那自我毁灭就是一个极好的过滤器 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可能更大 也更可怕 那就是外星文明是一种超级劣食者文明 比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已知文明都要先进得多 它们在星系之间是无敌的 在竞争对手有机会反击之前 它们就已经消灭了对手 试图与其他文明交流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而这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接受到外星社会信号的另一个原因 也许它们就在那里 但它们却保持沉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们现在可能正躲在任何附属物之间偷偷看着我们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经说过 如果外星人拜访我们 将像当初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 对美洲当地的土著并没有什么好处 还有另一种解释比以上那些解释更有可能性 那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错了 我们对我们要找的东西和地方做了很多假设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于地球的行星上 因为我们认为在那里 我们有几率找到与我们大致相似的生命 但如果外星人远不止于此呢? 我们很肯定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宇宙如此的浩瀚 浩瀚到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的程度 银河系如此之大 光是它的直径就有13万光年 就算以光速来计算 单单绕完地球都得花上10万年 而目前可观测的宇宙被认为是一个直径为930亿光年的球体 试想想 如果有个来自离我们最近的星系 仙女座星系的外星人 就在此时此刻用它超强的无线电接收器发出讯号 试图与人类沟通 那么它将一无所获 并不是因为它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不够强 无法到达我们这里 而是因为仙女座距离我们有250万光年 所以那信号即使用光速传播 到达我们这里也得花上好几千年 所以外星人与外星文明是否真的存在呢 谁也不知道 你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